好那看一下啊 那么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说的是我们的用户模块里面的表 还有呢这个商品模块里面的表啊 商品模块的表 那么在这里面SQ和SQ呢 你一定要记住啊 SQ呢才是一个具体的商品啊 具体的一个商品啊 具体到哪一个啊 具体到它的规格是哪一个啊 是盒装还是2000个还是其他的啊 这样一个东西才是一个SQ啊 SQOK 那么然后呢下面呢 这是我们的这两个模块啊 用户模块和这个商品模块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购物模块啊 那么购物车这个模块呢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 你在这里面找到这个Cart啊 叠ITML 那么你像这一部分的话啊 我们说用户呢 来到它的购物车页面之后 它可以呢进行一个编辑对吧 它是不是可以呢 在这里面增加减少 对吧 那你想一下 你这里面一点击增加 你页面上变了 你的存的那个数据要不要变 对吧 这些啊 那讲说用户呢 它这个进过来之后 对吧 它点嗨了 它一点啊 点一直点啊 那么这个呢 你你假如说点一次 我数据库里面操作一次 点一次操作一次 那这个呢 很频繁的啊 很频繁的 所以这一步的话 就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昨天给大家讲这个 Redis的时候啊 我们说可以用Redis呢 来实现这个购物车的功能啊 可以用Redis来实现我们这个购物车的功能 那么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这个购物车的功能呢 我们就是使用这个Redis来实现啊 Redis实现这个购物车功能啊 而不是把它放在一个表里面啊 那你你对一个内存进行操作 对吧 它的速度是要比这个 你在表里面要快得多啊 要快得多 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先提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购物车我们并不单独建一个表 我们只是呢 把它放在一个购物车里面啊 使用Redis来进行一个实现啊 这里面就给大家提一下啊 然后到后面 具体应该怎么在购物车里面 放什么数据啊 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说啊 好 那么 然后呢 过了这个购物车模块之后呢 下面就是这个 订单 那么订单的话 我们就要分析订单里面需要哪些东西啊 我点击去结算 这个呢 就跳转到我们这个提交订单的页面 对吧 那么提交订单的页面呢 我一点击这个提交订单 它的后台呢 就应该生成一个订单信息 对吧 应该生成一个订单信息啊 用户下过哪个订单 我们说要保存起来 那么你现在你就看一下啊 我们的订单里面应该 保存哪些东西 好 收获地址对吧 哪一个收获地址 然后还有什么 支付方式啊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写一下啊 这里面呢 就对应着还有一个叫做订单信息表啊 那么 这里面呢有一个 订单信息表 那么订单信息表啊 那么订单信息表往下啊 它里面的这些东西 我们说订单信息表 那么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 我们说在这里面呢 你要记录一个收获地址 对吧 收获地址呢 是不是地址都在这个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只需要记录一个地址的啊 ID 然后呢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支付的方式啊 你是这个微信 还是支付宝对吧 支付方式啊 我去做一个记录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里面还需要记录什么 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 对吧 那么也就是在这边呢 我们还要有一个商品 那么好 那么下面还要有什么 还要什么 金额对吧 总金额啊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记录这个 总金额啊 比如我们记录这个总金额啊 总金额 OK 那么还有吗 好 运营费对吧 我们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相应的运费 那么所以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 它的一个运费啊 订单的运费是多少啊 那么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这个页面 还有没有其他的啊 商品啊 商品啊 看一下啊 这个啊 这个页面上你能看到的 其实呢 是这一部分啊 是这一部分 那么刚刚给大家说 当大家说呢 我们这里面还有个商品列表 对吧 那么除了这页面之外 还有一个页面呢 是跟我们的这个订单相关的 叫做user center order 你去这个页面 你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它里面 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的内容啊 好 订单编号 对吧 这个订单编号呢 它呢 这里面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相应的 订单编号啊 就是这个订单 编号 也就是订单 ID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看这个东西 支付的一个状态 对吧 哎 我是为支付还是以支付啊 所以这边呢 还有一个支付的状态啊 支付 状态 OK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边 这个位置呢 还有一个是你订单的一个 创建 时间啊 创建 时间 所以这边呢 还有一个啊 它的一个创建 时间啊 创建 时间 好 这是我们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列完之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 从上往下来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放在我们这个 订单信息标里面 那么 然后呢 你看呢 订单ID 对吧 哎 它就标识这个订单是谁 然后呢 还有一个地址ID 就对应着这个收货地址 对吧 收货地址啊 然后还有一个啊 这个订单是谁下的啊 哎 用户的 ID啊 然后再往下是这个支付的 方式 好 支付方式的后面呢 我们说订单里面 它下的 订单里面 是不是可以包括一个商品列表 是吧 包括多个商品 那我想知道这个订单里面 到底包括哪几个商品 我怎么记录 我怎么记录 哎 再来一个表啊 那么你看到我们分析表的一个方式啊 就是一旦涉及到这种 一条数据对应多条数据的时候 对吧 你就应该呢 把它拿出来单独呢 再建一个表啊 建一个表 那么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还有一个对应的啊 叫做订单商品表 订单 商品表啊 那么这个订单商品表里面呢 它就需要保存这些信息 啊 它保存的这些信息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 首先订单商品表本身啊 它的一个ID的这样一个主件 对吧 主件啊 然后 商品的序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SQ的 ID 对吧 哪一个商品 然后呢 我还想知道 对吧 这个商品呢 用户这个订单里面买这个商品呢 买了多少件 对吧 你是不是要记录一个 看到啊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 我们前面这个页面 是不是有一个对应的 应该有个数量 对吧 这个数量呢 你就应该在这边呢 去做一个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商品的数量啊 商品的数量 好 这一部分啊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除了记录这些东西之外 我还需要不要记录其他的 好 商品的价格 我要不要记录 OK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给大家说一下啊 他呢 其实呢 你需要去记录啊 你比如说 你今天买这个商品之后 对吧 你买的这个商品之后 你买的时候是这个价格 过两天 这个价格变了啊 他将价了 对吧 他的价格变了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所以呢 你在这个订单商品表里面呢 我需要呢 把他的这个价格呢 给他做一个 记录啊 就记录你下单的时候 那个价格 对吧 商品呢 哎 价格啊 虽然这个表里面有 但他可能会发生一个 变化啊 哎 这一部分 然后呢 还需要不要有其他的 对吧 哎 这一步啊 你注意啊 这一步呢 他就 SQID啊 SQID 商品的数量 商品的价格呢 哎 他就可以了啊 把这个放完之后呢 那么 你这个东西呢 还少一个就是 这条记录 对吧 这个商品买了这些数量 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订单 这里面呢 有一个订单的 ID 对吧 哎 他就对应着这个 哎 订单ID啊 订单 ID啊 哎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面还应该放一个他 还应该放一个他 那么有了他之后 我们这边是不是就不要了 不要了啊 然后我们 商品照呢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总金额 那么这个总金额 你就要考虑一下啊 这个总金额 我呢 需不需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就我不放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如果不 我如果订单总金额 我不放在这边 我能不能计算出来 对吧 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订单ID 去这里面查出来 他的数据 数量价格一成 是不是就这个总金额 对吧 所以呢 你不放在这边 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啊 但是 这个放不放 具体看我们的一个需求啊 你假如说 涉及到这个后台运营管理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去分析 对吧 根据这个用户下的这个订单呢 去进行一个排列数据 对吧 用户他的订单 金额呢 从高到低进行一个分析啊 进行个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的话 如果是这样分析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放一个总金额的话 他的速度呢 再去去分析的时候 我是不是直接根据这个总金额排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边呢 你是根据具体的需求 如果运营呢 有这方面的需求 我们呢 就需要在这里面呢 给他加上去啊 加上去啊 那么这是这个总金额 其实你不放 你也可以计算出来 对吧 然后再往下呢 运费 哎 每个订单有一个运费 对吧 然后呢 每个订单有一个支付的状态 然后每个订单呢 有一个创建的实现啊 这个总金额 啊 OK啊 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我们在这里面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个 这个订单的一个商品的 总数目啊 总数目 你像这个总数目的话 跟这个总金额其实是一样的啊 你不放的话 你在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统计出来 但是你如果运营有需求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这里面 你像这些的话 都是根据你具体的一个需求来啊 具体的一个需求来 OK 那么这就是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订单信息表里面呢 哎 这个内容 那么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建表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总数目和总金额呢 给它加上啊 但是你要注意 你根据你的具体需求 如果你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话 你这里啊 你完全不需要去 不需要去加啊 不需要去加啊 不加也可以啊 不加也可以 OK啊 那么这这一部分啊 好 然后呢 你说完这些之后啊 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上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商品的页面呢 我们看到一个评论啊 那么这个评论呢 它呢是跟一个具体的商品订单有关的 对吧 跟订单里面具体的商品有关的 只有你订单里面买过这商品 我才能进行一个评论啊 所以这个评论呢 我们刚刚给他说 他不应该放在这个商品SQ表里面 他最终呢 他是应该放到这个商品订单商品表里面啊 就你订单商品表里面 一条订单记录是不是就对应着 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评论 是吧 所以呢这边啊 这个评论呢 它其实呢是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评论啊 在这个评论啊 OK 那么 哎 这是在他里面啊 那么这一块呢 他呢就是我们这个 订单某块里面这个表 订单信息表和这个订单 商品表啊 订单商品表啊 这是他俩表啊 然后呢 你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下面要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这个 里面呢这个商品的SQ表里面呢 我要再给大家说一个东西 除了库存之外啊 我们还要再加一个商品的销量啊 销量 哎 那么这个销量的话 其实呢 你不放在这边 你一样呢 可以在这里面呢 给他 计算出来啊 但是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在我们的列表页面 我们涉及到一个 按照这个 人气呢 进行排序 这个人气的话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哎 销量来排 那么在这里 我们把它加上 就是为了去减小这个关联的操作啊 关联操作 哎 不上这里面 你还要 你如果不放在这边 你还要统计出来再排序 对吧 我们这里面直接就把它放在这个 位置啊 放在这个位置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给他加上这样一个东西啊 讲这个东西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几个模块里面最终的一个表格啊 你看一共就十一张表啊 哎 一共十一张表啊 一共十一张表啊 OK 那么 除此之外呢 再给大家说一个啊 在我们的用户中心的这个信息页面啊 你看到有一个User Center 这里面还有一个用户的 最近说的啊 哎 这个信息呢 你肯定是要保存的啊 这个信息保存在哪里 我们呢 还是把它保存在 Redis里面啊 哎 你像用户浏览商品 它是很 它是很快的 对吧 它浏览你一个网站 它可能浏览很多商品啊 那么这些呢 也是啊 Redis保存 用户 历史浏览记录啊 用户 历史浏览 记录 OK啊 这是它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最终啊 给大家分析的这个表啊 给大家分析的